我等一下会邀请两位 我在餐饮业的朋友 因为现在台湾还在疫情的状态 三级警戒又继续延长下去 那疫情基本上对服务业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我看到一个报导 就是米其林的主厨 他是在米其林餐厅的主厨 有一个台湾非常有名的厨师叫做江振臣 他就有对于台湾的疫情 他就发表了他的想法 他说这个疫情对餐饮业来讲 不是说冲击而已 疫情对餐饮业来讲像斩首一样 那我看到他的这个讲法 其实我就很感触了 所以我就想那就借着我今天的这个节目 来跟大家就是来访问一下 我在这个餐饮业界的两位朋友 让他们来现身说法一下 看看现在的疫情对他们实际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江振臣我看到他说 餐饮业这个疫情对全球餐饮业不只是冲击而已 而是斩首 而是斩首 那所以呢到底这个疫情情况下 对餐饮业的情况到底是有多辛苦 我来邀请到两位我在餐饮业 从业的朋友 分来现身说法一下他们现在的情况 好我先连线我一位朋友 直接不啰嗦直接来连线来看看他的情况 哈哈哈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看到你很好很好你出来了 好来我帮你的名牌 非常欢迎我们的第一位这个餐饮业从业的这个朋友啊 那個中青商行的劉老闆 來我來把你的那個 你們餐廳的美食給打開來 來那個劉老闆你好啊 你現在下班了是不是 哈囉哈囉 啊對啊 好好好 你每天都都上班到這個時間才下班嗎 還好今天剛好比較忙一點 今天剛好比較忙 今天比較忙一點 忙是好事啊 忙是好事 好OKOK 來首先請劉老闆 你來介紹一下 你們你們家的餐廳 是怎麼樣的餐廳好不好 我來我來把你的 那個照片給Cue出來 你們家美食的照片 好來 劉老闆來介紹一下 你們家的餐廳吧 我們主要 我們主要就是 等一下先跟大家打聲招呼 那個各位 我是柳傑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我們我們中青商行呢 基本上就是賣一些傳統的古早味啊 然後就是一些家裡面比較常吃的到的味道 對 然後我們把它做成餐點 然後販售給各位這樣 嗯 好 其實就這樣 就這樣 你們家招牌菜是什麼嗎 招牌菜 招牌菜 就像 可能 蝦仁飯啊 牛肉招飯啊 牛肉招飯 爛肉飯 雞湯 滷味 對啊 好啦好啦 我 炸排骨 對對對 哦 你們家炸排骨厲害厲害 我來跟大家推薦一下 他們家炸排骨真的厲害 還有滷味 滷的 真的蠻好吃的 然後那個爛肉 爛肉就是那個 豬 豬的豬腳還是豬什麼的東西 對不對 燉得很爛 它是豬蹄旁的中心 對 豬蹄旁 那個長得很像雞腿的東西 其實 對 其實是豬肉 百分之百的豬肉 它是豬蹄旁的中心 哦 豬蹄旁的外圍有帶肥肉 哦 那中心來講就是瘦肉 OK 可是很多人對於那個 豬的肥肉很反感 哦 所以我們就做瘦肉 好啦好啦 反正 你 就是 中青商行就是做我們那個 台灣傳統的料理 然後有在家老闆的一些巧思 去改良一下 蠻好吃的 真的蠻好吃的 在捷運散倒市那邊哦 那個歡迎 呃 大家有機會可以去 好 那首先呢 就是想請問一下這個劉老闆哦 呃 這一波的疫情啊 等於是我們從三級警戒是從5月15號開始到現在了 已經 一個半月再再下去要兩個月了哦 那請問一下 對就您個人的這個 商商店來講 對對您個人的這個餐廳 這個疫情對你餐廳 營業額影響的幅度大概有多少 其實 營業額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本身做小吃啊 比較屬於做剛性需求的部分 嗯 營業額 營業額只有掉一些了 只有掉一些 你想到沒有 對影響其實沒有其他人這麼來的嚴重 哦 我這邊講一下 我在做中青商行之前 我是做 算 義大利麵啊 美式早午餐啊 比較是偏美式餐廳這一塊 嗯 可是 你像如果說我當初是做西餐類的話 其實這一波影響就會非常嚴重 嗯 因為那個主要就是以我們講 內用為主的餐廳 嗯 內用為主的餐廳這一波真的死得難看 譬如說你像火鍋店燒烤 然後像我朋友開餐酒館 他們那個簡直愛紅片也 因為你完全不可能現場消費啊 我先講個難聽一點的 你我之前做早午餐 早午餐你要外帶的情況之下 那個打開來盒子能看嗎 全部都甩的 都沒有漂亮的飯盤 對對對 吃的完全沒有FU啊 對對對那個要內用比較好看 擺盤很重要 對而且很多時候很多時候其實吃那類的餐廳 他主要是一個 可能朋友之間Social或者是聚餐類型 然後會選一個可能人均三四百塊去吃 可是像因為我現在做小吃來講 可能一個可能就是100出頭塊 或者是銅板架 你可能就可以吃飽的話 那其實你針對外帶外送來講 反而這一塊是有優勢 所以就是因為你是講你的東西 你的餐的類型是可以適合外帶外送的 所以你這一波你就可以 所以不侷限於內用 你就順勢的做外帶外送的生意 所以你雖然內用的生意做不成 但你外帶外送成長了 所以一加一減 其實對你來講業績沒有影響很大對不對 對這個但是我必須要強調 這個就是一個怎麼講 帳面上的業績 感覺有掉 好像但是也沒有掉很多 好像也覺得可以支撐得住 但我覺得這個 關鍵就錯了 因為大家了解一件事情就是 外送品牌的 抽的趴數非常多 哦外送平台抽的趴數 多多 比如說我現在 對比如說我現在 Uber Eats 跟Foo Panda那種對不對 Uber Eats Foo Panda 哦 呃 對對對 就是那個可能 一次要抽個三十幾趴 三 抽三幾趴意思就是說 我在那個Uber Eats上面 我買一百塊的東西 等於是他們只會給你七十塊 對不對 六十幾 呃其實是 其實是六十五 六十五啊 哇 那所以你雖然多做了 外帶外送的生意 但是對你來講 你的獲利空間是下降的耶 呃對是可以這麼說啦 對啊 OKOKOK 所以 可是沒有辦法 還是還是得做啊 對對對 沒辦法沒辦法 現在也只能這樣 但是至少往 往正面的來想啦 你至少還可以做外帶外送的生意 就如同你說的 如果是做早午餐呢 或餐酒館 那他們不能外帶外送 那現在真的就影響很大 等一下我會訪問餐酒館的老闆 他會來share一下 分享一下他的心情啊 好 那那個請問一下劉老闆啊 那 目前來講啊 這個 疫情影響到現在 那 房東有沒有撿你的豬啊 你有跟房東去談嗎 我房東有耶 有是不是 所以 我們房東有啊 其實 其實也不算談耶 嗯 我們那時候就是 五月十五剛三級的時候 嗯 然後瞬間後來過了兩天之後 完全就不能內用 我記得剛 剛講要三級還是 好像說比較嚴重的時候 還有個一兩天都有客人來內用 對 但是後來好像就 完全不准內用了 嗯 後來幾乎就是完全不准內用 是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有跟房東講一下 就是說 呃現在這種狀況啊 有沒有可能減免租金 嗯 可是租金做一些減少 不是說完全不要租金嘛 對 對後來房東就說 他說你讓我想一下 嗯 不到一個小時回電話來說 那不然我們就 呃 減免的金額我就不講 但是他就他就有減給我 好了 夠意思啊 房東夠意思啊 我會覺得說 嗯 對不是減多減少的問題 有這動作我整個都快哭了 好啦 我就覺得這房東其實還不錯 相對講到目前來講 你還算幸運的啊 因為你 沒有被影響這麼大 因為你的那個 順利的轉型成外帶外送 因為你的餐的狀 那個樣態嘛 可以做外帶外送 那 而且房東也有撿你租 那 那你 你因為你說你現在沒有做內用了嗎 也不能做內用了 那你 你有 對對對 你講實話喔 你有裁員嗎 我沒有裁員啊 你沒有裁員 那你本來內 我沒有裁員 你本來做內用的那些服務生怎麼辦 呃 就 包外帶包外送啊 讓他來 改變成包外帶外送的服務生就對了 就是說 你可以調整他的工作內容啊 嗯 不要去裁員嘛 如果說今天我真的損失慘重 我都撐不下去了 我可能 我只能斷尾求生 可是問題就是在於 我現在 沒賺什麼錢 但我也沒賠什麼錢的話 我至少我要讓我的員工是能夠 安身立命過日子啊 是 這是基本要做的啊 對對對 不錯不錯 老闆好 劉老闆棒棒的 哈哈 歡迎大家有機會去中心商行 齁 捧場一下 那那個我接下來要請問一下 劉老闆喔 午節還有發紅包給他們 你說你發紅包給他們 端午節是不是 端午節發獎金啊 欸不錯欸 你真的是夠意思 但是 但是也是因為前提是你還撐得下去啦 不然真的是 沒辦法 很多那個沒辦法 沒有因為 因為其實做外帶外送很累啊 嗯嗯 對啊他們現場其實很忙 因為你知道如果說今天客人在現場 然後你在做的時候 假設你怎麼講餐點有delay 可是我們現場還是有服務人員可以去安撫客戶 可是你要知道當今天司機出現在門口 或者是要來取餐的客人 在門口的時候 你你是玩 而且現在又要避免那個人與人交流 對對對對對 就不太能講什麼話 然後又要離很遠 但是你又看得出來現在有點極端氣 不是很熱就是很冷下大 是 有些客人就不耐煩啊 可是問題就在於我們現場如果做不出來的時候 我們也沒辦法很立即的去安撫客人 因為他們就站在門外很遠 然後看得出來什麼生氣跺腳 或是一直感覺到很不耐煩的那個眼神 嗯嗯 但是他們就做得很辛苦啊 就是 我跟我太太就算嘛 那就是說算了一下 我們其實給他這紅包 我們也是這樣 那我們就算不給這個紅包 那他們那麼辛苦我們也不會 好像過得更好啊 那乾脆讓大家一起就是感覺好一點 對 那個 就是 那些員工他們其實也是第一線去承受那些 呃等候的客人 通常都是外 外送員啦 他們的不耐啦 所以其實也是體諒一下他們 我覺得你是好老闆欸 不錯不錯 那個 明天跟你 剛好剛好就是還OK 明天上UberEats去叫你家的東西 還是我私下打給你叫 上UberEats叫是不是 你私下打給我 欸你們家住那麼精華地段 搞不好我們沒有送得到 我沒有那麼精華地段 亂講 好啦好啦 那接下來我要問你的問題啊 就是那個 現在政府的那個紓困專案 那你有去申請嗎 我有去申請啊 那怎麼樣 有沒有申請到 但是申請不過 為什麼 是怎麼樣的專案 因為 首先 大家會先問嘛 那你跟去年同期比起來 你的營業額有沒有掉多少 可是我去年2月才開店 我剛開店 好對我先講一下 我去年去申請的時候 他問我說 那你跟前一年的營業額比起來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掉 我就說我今年才剛開 OK好那我就不符合資格 他就直接這樣回我 對 對然後今年又來一個 如果你去年有申請過的話 他今年就會給你 那我就想說 那我覺得好像被坑了 因為去年他直接就直接說 我不符合資格 所以我根本就沒申請 然後我今年又再去的時候 他就說那你跟去年比你有沒有掉 我餐廳才剛 我去年 我記得他從4月份開始發補助 然後呢 我去年2月才開店 因為我2月才開店 4月發補助 我要 我那時候營業額當然不好啊 我才剛開店兩個月 那我就跟他說 因為我去年才開店啊 那所以剛開店的時候 也就是慢慢做 那營業額來講 你一定要跟去年同期比的話 那而且再加上今年4月是沒有疫情的時候 那我營業額沒有掉 了解 就是他他申請的標準 他申請的標準一定要是你今年的營業額比去年差 對不對 他才會讓你申請 這個是貸款嗎 對可是我 他就是 好像有貸款也有補助 反正他好多條 我覺得 我不知道我的感覺是說 他編列了很多預算 然後呢 就 編列了非常多的項目名目 然後讓 讓普羅大眾可以去申請 可是我覺得在於 其實真的有點複雜 因為 我覺得 紓困這件事情是 真的是救急 已經不管你窮不窮 你真的是救急 因為 我這樣我 我現在算是說 OK我好像 感覺上業績是還OK的 差不多如果調個兩層來講 我認為 現在來講 我有些朋友都已經很羨慕我了 對 可是其實有一件很具體 我們實際上在操作的就是 以前我是收現金 然後我可以周轉 可是問題就在於 我現在當我的錢 全部在外送平台的時候 他可能是兩三個禮拜 才會再把錢匯給你 他壓多久 我全部付不出貨款 Uber壓多久 他壓半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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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半個月 那那那對 對這個 因為餐飲業是高度周轉的 我們需要現金周轉 對我知道 嗯 對所以 可是可是一般一般的 民眾他們並不會理解這件事情 嗯嗯 可是就像你本身 我知道你有開過店 你就會知道說這件事情 其實對小型的餐飲 微型的餐飲來講 是 其實是很重的 半個月一個月的走轉金 其實有時候 不見得拿出來 對 可是廠商的錢 你要不要付 是 金水房租這些電費 你都不能 能夠不付的啊 嗯 對有的時候 紓困貸款是因為 你現階段 你就是沒有現金啊 你沒有內用的 你沒有現金了 那那那怎麼辦 是 對可是 我覺得政府 當然也也沒有也沒有 針對這一塊好像 他就是很自視 你今年有沒有比去年差 嗯 這種比較有點怪 那如果像我去年 才開店的情況之下 那要怎麼去 對啊 那他就不用比較你 那要去年12月才開店 那怎麼辦 那他怎麼比啊 對啊他不可能比去年差 你今年5月跟去年比有沒有差 去年5月還沒開店 OK你不合格 像我去年就是這種狀況啊 我去年就是這個狀況 我2月開店 他問我 他問我說那你 好啦啦 所以 所以他 他的這個 這個申請的標準 其實很 很 很自視啊 就很奇怪 就 會 會有很多店 像你這樣的店 就沒有辦法申請 我知道沒錯了 好啦 那那個 劉老闆喔 那我問你 最後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現在那個三級警戒 已經宣布要延長到7月12號了 那 但是目前顯然看起來是不止啊 不止到7月12號 因為 又爆發Delta病毒進來了 那那個 那個我們的指揮官陳時中 要大家多多忍耐喔 那我請問你一下 如果我們的這個三級警戒一直這樣下去 以你目前的這個狀態 你可以撐多久 我 我 我可以撐多久 嗯 嗯 你就講實話 你可以撐很久也可以 我個人來講的話 嗯 我覺得我覺得現在這種情況就是 餐飲業被迫轉型啊 被迫轉型 嗯 對 那我覺得我目前 都有轉在正確的軌道上 嗯 所以如果真的要撐的話 我至少再跟他 撐三到四個月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撐得下去 嗯 但是如果他真的持續這樣子 一直去弄 搞到整個餐飲生態都已經 畸形了 那我覺得這樣子 已經就不是轉不轉型的問題了 嗯 因為我覺得你消費行為 會被改變到太嚴重 嗯 對啊 對 理解 好 那個非常非常謝謝這個 劉老闆今天接受我們的這個訪問啊 那跟大家最後再打一個廣告啊 就是在那個台北市 藍線嗎 中校 板南線 板南線那個 散島 散島市捷運站出口 然後你們的那個路是青島東路嗎 對不對 在立法院旁邊 對青島東路 青島東路 青島東路上面的這個中青商行啊 那現在當然沒有辦法去內用啊 就是可以上UberEats 叫他的外帶 好不好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 那如果是現在是 不在台灣的那個 呃網友啊 你們 疫情結束後 你們未來來台灣 歡迎來光臨 這個中青商行 東西超好吃 好不好 好那謝謝劉老闆 你接受我的訪問啊 謝謝 祝你 不用祝你啊 祝我們大家都順利度過這個疫情這一關 祝疫情趕快結束好不好 啊OKOK 祝大家平安啊 平安真的要平安 真的 好謝謝你劉老闆 好謝謝謝謝 好掰掰掰掰 好 非常謝謝我們第一位接受訪問的這個劉老闆哦 他是算是相對來講 這個轉型是比較成功的一個例子了 來那接下來我訪問第二位第二位 我的朋友 也是做餐飲業的好 來第二位 喂喂喂 有沒有聽到 喂 好好好我幫你把你的名牌Cue出來 好大家好現在現在線上呢 是這個呼噜小酒館的這個老闆娘啊 老闆啦你就是老闆你不是老闆娘 你是老闆 你是老闆 好跟大家打招呼 嗨大家好 現在線上我看是兩萬個網友 有了一千四百個還不錯 OK好 來那個那個呼噜小酒館啊 剛剛我已經訪問過那個劉老闆 劉老闆你也認識嗎 對啊對啊對啊 他今天他把我要講好 都講差不多 沒有關係 但是他他有幫你的情況 Cue出來 就是說現在做做做餐酒館的很慘 來首先呢 在你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們家的那個餐廳是怎麼樣的情況好了 就你們家的餐廳啦 你們家餐廳是賣什麼的 我幫你們家餐廳Cue出來 我們其實就是賣 其實就是餐酒館啦 就是其實剛剛劉老闆有講的 我們就是餐酒館 那因為其實我們的餐就是 蠻多元的 比如說像是意大利麵啊 然後一些像是西班牙式的下酒餐菜 所以這些東西就是比較 就像剛剛劉老闆說 其實沒有很適合去做外送 因為那個擺盤是蠻重要的 對啊 那現在這個三級警戒到現在 已經等於是一個半月了 那要延長到7月12號嘛 那就是至少兩個月 那現在的情況 疫情的這個情況 對你的營業額影響的幅度有多少 其實就像剛剛那個劉老闆講的嘛 因為一開始好像5月15號出來的時候 剛開始的兩天還是可以內用的 然後到後來就是 其實那時候一開始兩天我們的生意幾乎 就已經直接先腰斬了 疫情15號那後 對對對 也是還是有客人來內用 可是其實就是直接腰斬 然後後來就是直接是公布說 現在都是餐廳禁止內用 然後我們就沒辦法 因為對我們這種商店來說 其實我們基本上一定都是做內用 我們很少客人來外帶 然後加上我們單價比較高 所以就變成說我們沒有辦法去做內用這一塊 的時候我們就整電修 所以其實從19號吧 我們就直接修到了6月19號 哇 對啊 你直接電修喔 對啊 那你不只到6月19號 你現在開始了嗎 你現在開了 我們現在開始了 我們現在開始了 那現在情況怎麼樣 現在就是像劉老闆剛說的 因為其實我們的餐點不適合做外送外帶 但是其實你要做還是也可以把它做的還像個樣子 所以我們還是就是因為你要生存嘛 然後你就變成說我還是必須得去做這些 就是外送外帶的跟這些平台合作 比如說像制服Panzar或是跟UberEats 那但是就像大家都知道外送平台的抽層很高 那當然就是變成說我們其實有點類似像是做身體健康的 什麼叫做身體健康 因為你沒有 因為你沒辦法 因為你沒辦法 就是等於是你其實你的利潤其實都是被外送平台抽走的 因為他就是抽35% 這是最基本的一定都是抽這個金額 所以等於是你的利潤是已經全部都被他抽走了 所以其實真的就是做 就是 做心酸的啦 好不好做心酸的 對啊就做心酸的 那叫你們帶外送的人多嗎 其實我們後來開始上外送平台之後 有稍微多一點 可是跟我們之前的營業額比起來 大概是只剩下兩成左右吧 兩成啊 對啊兩成啊 真的很少 真的很少 真的啊 很慘欸 可是 比如說我們就是可能假日一天可以做的 就是 假日會稍微好一點 可是假日的話 應該也就只剩下四分之一的印象 但是平日的話就更慘 真的就是只剩兩成 天啊 好啦那那 你有沒有裁員 講實話吧 我沒有我沒有我真的沒裁員 就是 你這樣也沒有裁員 真的沒裁員 要我我找裁了 你沒裁員 好 你說你說 不是啊 因為你不能就是因為 因為其實員工也蠻無辜的 然後因為其實我跟員工就是 我們其實就像夥伴就是 不管是內場的廚師跟外場的就是服務人員 其實我們比較像是夥伴的感情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因為說 現在疫情了 然後我就 我就因為這個原因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沒辦法我們撐不下去了 那可能要請你走 因為在這個時候他也找不到工作啊 所以我覺得那很殘忍 所以就變成說我們可能就是用 就是 而且也為了保護員工啦 我覺得也不需要那麼多人上班 我們就是用分流上班的方式 就只能用這個方式去就是 減緩一點我們的壓力 就大家減班就對了 讓員工減班啦 對 沒錯沒錯沒錯 只能用這種方式會比較 大家會比較折衷 嗯折衷一下 對就是讓你繼續撐 那房東有沒有撿你房租 沒有啊 房東沒有撿你房租 沒有 因為 因為 我覺得就是 其實我那個時候 一開始我們有想要 就是我們有就是問那個房東 那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 那時候我在網路上看到很多人 就是在講說 喔就是 餐飲業要想辦法去找房東 就是看 是不是可以撿房租 這件事情 然後就有房東在下面留言說 那你賺錢的時候 你也沒有分 房東啊 我就覺得 欸你幹嘛有道理的 那我覺得 房東講的有道理 對啦 你站在房東的角度是有道理啦 嘿嘿嘿 好 你還替他著想欸 你只剩兩成了 你還替他著想 因為他如果真的不剪的話 我也沒辦法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就是 就是只能先撐啊 就是沒辦法 就是你就只能先 就是 因為其實畢竟我們 其實從之前到現在 其實如果是以內用的來說 其實我們的生意量 是還不錯的 所以翻桌率也還算蠻高 那你就是 我們還是有一點點的 就是預備金 至少在就是一個月兩個月 是還好 就是我們先不要 就是如果房東沒辦法撿租的話 我們至少還是可以先撐一下下 好啦老闆家庭後啦 就是這個呼嚕小 這個老闆 欸那個你的這個名字 喔你英文名字太難念了 叫做Celeste是不是 Cele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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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鬼英文名字 老闆家庭 老闆家庭後啦 還OKOK 沒有 好 那那個現在政府有紓困專案嗎 你有沒有去申請啊 有啊有啊我有去申請紓困專案 其實剛剛那個就是 因為其實政府紓困專案真的蠻多種的 他剛 柳老闆剛剛講那個應該是 應該是 我沒有申請他的那個 對那我申請的是就是 就是紓困專案 那他是依照說 你員工的數量 然後就是他會去 呃 撈那個好像去勞保局 撈那個你員工的勞保的那個量 然後就是就是名測啦 嗯 然後看你有沒有符合他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規定 那如果OK的話 他就是一個人可以補貼你四萬塊 可是一個員工是不是 對一個員工 可是他他要你保證說 在這個員工在呃 五月六月七月這三個月 他們就是領的薪水 就是要就是他們 就是你不可以說裁員或是怎樣 所以其實他的規定 他是有規定的 而且要有 你要有幫員工報勞保對不對 喔對對對對對 我們幫員工報勞保的話 他就是可以 好了搞報劉老闆他 算了不要講 喔沒事 好你繼續講 因為其實其實我們申請這個就是 呃就是紓困貸款 其實我們已經申請 可是因為他 我猜應該很多店跟我們狀況是一樣的 所以他其實 就是審核時間蠻久的 像我們申請到現在 我們到現在都還沒 還不知道會不會通過 嗯 然後再來一點是 因為其實我覺得 就是應該說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因為其實政府的一些 一些貸款 跟一些或是一些紓困的 或是一些方案 他的就是 複雜度都蠻高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 如果像我那天我那天弄 一間店我就弄了快三天 因為你要 因為你要準備很多資料 就是包含比如說可能你的就是 就是一些繳稅的證明啊什麼 就是你要準備蠻多資料的 所以如果 你不是一開始就 你不是很熟悉這些流程的話 真的會要弄很久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是一個我覺得 可以去想辦法改建的地方 因為真的我覺得一定不只我一個人 就是弄到一半超好放棄的 我覺得超麻煩的 你現在 你現在有幾間店 四間 四間是不是 首先就是好厲害好厲害 再來就是 心好痛喔 你應該 好痛 現在很心痛 很厲害 有一間是完全不能營業的 有一間 因為那間他賣的東西的 就是價位跟他的就是 形式比較特別 所以那間是完全沒有辦法就是營業 所以那間還在勤業中 然後另外三間 但是有開始在就是在做一些 就是外帶外送的一些 就是走這個模式這樣 耶 那葫蘆小酒館是其中一間嗎 對不對 對對對 好 OKOKOK 我去過你的另外一間了 你去過葫蘆 不是啦 另外一間了 在那個 痾 政大旁邊那間 對啊 就是葫蘆啊 那一間就是葫蘆 對 哈哈哈 不好意思 要打你喔 好了不好意思啊 好那那我最後問你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那個 因為現在我們的那個三級警戒 顯然就是要延長到7月12號 甚至更多嘛 因為尤其是 對 又有Delta病毒 我覺得7月12號可能又要 再延長下去 那 以你目前每一間店 每個月開支的狀態 你自己有估算 你這樣這樣一直延下去的話 你可以再撐多久 你有算過嗎 其實我們 應該是說其實 因為其實我們 像葫蘆小遊玩最近才開始營業 那其他兩間店其實 就是中間停的時間比較短 就停業時間比較短 所以其實營業到現在 業績真的是沒有辦法 就是 你做外帶外送 你沒辦法到 沒辦法 對 真的沒辦法 所以 因為你還有人事 然後再加上就是外送平台抽很高 所以 這些東西就是 如果 看這樣綜合因素的話 其實我覺得如果 再延長的話 我覺得 如果要到8月的話 我們應該撐不住了 真的 因為 就像剛剛你們一直講 大家就是劉老闆也有講到說 你 像我們這種餐飲業 就是我們這些 就是賣餐酒館行事的東西 真的很吃氣憤 再加上我們店的裝潢 又是走比較 就是可能 呃 女生會很喜歡來拍照的那種路線 所以 當你已經變成是外帶外送 你就失去了你原本的價值 那你沒有辦法去 抓到這些客群 因為他們可能外帶外送 他們選擇也非常的多 他不一定真的要叫你 對啊 所以就是 如果真的要這樣一直延長下去的話 我覺得我們應該可能 就是到8月應該真的就不行 哇哇哇 真的是 就沒辦法再撐很久了 其實這個叫一夜之秋 因為從從你的嘴巴 講出來 我們也可以推 推算到其他的餐飲業 目前面臨到這個狀態 因為應該是大家都在撐得很久了 這樣子 所以 真的再這樣下去 相信餐飲業應該也會有一波倒閉草 這樣看起來是這樣 對啊 很多啊 網路上非常多 我自己朋友也是開店了 然後就是其實他才開一年不到 然後就店就倒了 所以他現在直接負債150萬 然後因為現在工作很難照 所以 所以就很可憐 我很怕我吃下一個 哈哈 你不用怕了 你那個姐家底厚好不好 那個 對 對 好 那個 給大家打一個廣告吧 那個呼噜小酒館是在 正大旁邊嗎對不對 對 對 位置在哪裡 跟大家打一下廣告 在那個指南路二段 其實就是 往貓空的那一條路 嗯 其實我們就在三角下 對 就在正大的正旁邊 就在正大的正旁邊 台 台北木柵那邊的政治大學 對 正大的方便 指南路那邊嗎 指南山 指南路 那條路 指南路 那如果疫情結束以後 或者大家想叫外送也可以了 那歡迎大家來呼噜小酒館 那個捧場一下好不好 給那個Celeste姐 你的名字好難念 Celeste Celeste 打個氣 謝謝你接受我的訪問 那個Celeste 希望疫情趕快結束 大家加油 希望大家都平安 好 拜拜 拜拜